大师之菩萨与他同修念佛 十三位的五十二位菩萨 寻书的念佛元通法门 我记得过去无量节以前 有佛出世 名号为无量光 那时先后有十二尊佛相继出世教化 有一大节之久 最后一尊佛名号是超日月光 正是他叫我休息着念佛三位 例如说 有两个人分离了 其中一个人十分想念另一人 可对方竟然忘记了他 如此二人即使偶然相逢了 也等于未逢 虽然相见 也等于未见 未经许相逢的 儿啊 儿啊 若这两人互相想念 越念越深 这样的久念不忘 必定从今生到来世 都形影相随 不会违背分离 十方如来 连念一切众生 也如同慈母想念儿子一样 倘若儿子逃去 想念碎身 又有什么用呢 儿子如果能想念母亲 也像母亲想念她的时候一样 这母子二人 随经历今生来世 也不会互相远离 假若众生的心 常常异佛念佛 则现在或将来 必定可以见佛 离成佛不会遥远 不必借助其他各种法门方便 自然就能开 犹如染香的人 身上就有香气 这就叫做香光壮严 我原本在阴帝修行的时候 是以着念佛的心 入乎圣人 我原本在阴帝修行的 我原本在阴帝修行的 得正缘通 我没有别的选择 唯有收射六根 让念佛的静念 长相继续 无有间断 如此念佛 以心不乱 必能得三摩地 以这个法门 最为第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